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地中朋友你好 我是华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我们30分钟所一起关心的新闻时事焦点 我们要先谈的是我们政府宣示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不隶属 但是关于台湾 中国大陆向来宣称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在这几天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跟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的时候 他们又强调这样的立场 而苏利文则是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这是我们关注苏利文在27号到29号 他访问北京的焦点之一 其实美国11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那么在这段期间 还有我们也留意到新任总统拜登退选了 那中华民国台湾的赖清德总统 5月上任不久 从中美关系 还有他们这一次所触及议题的焦点 究竟显示美中两国有哪些考量呢 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明教授丁树范来观察弹道 非常欢迎 丁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 我想就美中对外发布的官方讯息报道 像苏利文跟王毅 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霞 他两个人会谈 他们都谈到了台湾的议题 那么王毅是强调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必将统一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承诺 落到实处 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那么张又霞是警告台湾问题是 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 而苏利文是强调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听来就是美中双方重申各自立场 那现在拜登即将交棒倒数阶段 不晓得这样的讯息 老师会怎么样的观察 对美方来说或民主党来说 针对台湾问题 他们还是会有触及到 究竟传达哪些讯息呢 教授 这么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苏利文这次到中国访问 按照媒体所报道 就是美中之间有建立一个所谓的沟通管道 那么既然是沟通管道建立的话 你就要经常去执行沟通管道 所以从亚加达到旧金山 然后在过去两年 苏利文跟王毅在维也纳 在这马尔塔泰国都有见过面貌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 拜登政府他希望能够在卸任以前 继续把既定的政策把它维持住 包括所谓维持台海的稳定发展等等的 希望能够让拜登能够很安然的卸任总统 而不至于在卸任前发生更多的冲突 也让美国交投烂尔 也让他交投烂尔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那点是拜登希望在卸任以前 能够维持这个既有的和平稳定 那么让他能够安然的卸任总统 所以苏利文就寻了这个既有的沟通管道 来执行这件事情 向中国表达美国对一些议题的立场 包括台海的和平稳定 北韩问题 或者是要求中国不要去支援俄罗斯 在俄乌战争等等等等这样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拜登希望能够在他卸任前 能够把整个局势能够继续稳定 不要变成失控这样 苏利文在美国国家选顾问阵内 他是第一次访问中国 当然苏利文跟王毅会面过去 大概也有五次的机会 那就是相隔八年之后 再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国 刚刚提到除了台湾问题之外 其实我们在看这样的报道 不管是美国方面 还有中国大陆方面 官方跟媒体报道 侧重的这个焦点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美方跟中国讨论的议题 可能还包括美国所关心的 比如说毒品的分泰尼的化学品的开发 还有产业方面的 这也是美中科技战之后 比如说人工智慧AI这个部分 可能有触及到安全标准达成共识 那么在区域议题上 像老师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乌克兰议题等等 那这某种程度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刚有说 在他卸任之前 他可能还是要维持美中的一个稳定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沟通 也是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他极力去打造的 希望管控冲突 这也可以算是拜登所谓的 遗留政治遗产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 沟通对话的形式 继续坚持到最后一刻 可以这样来说吗 特别是拜登 他就是说宣布不竞选人任以后 他曾经说他剩下的时间 他要做更多的外交工作了 因为就是说内政大概就那样了 所以他说他不竞选以后 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要处于更多的外交议题 这样 所以如果是按照他当初是这么讲 那么当然 目前他派苏利文到中国访问 他又想办法让布林肯 处理中东的这个加沙问题 或者以色列跟加沙问题 或是巴勒斯坦问题等等 这里面还当然包括伊朗问题等等 所以这部分就是 拜登卸任的时候所讲的那些 他要处理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吧 这样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刚才一刚开始 我就提到台湾问题 似乎也是各自重申立场 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方是这样讲 那每次我们关注美中 一些官员的会面的时候 总是台湾问题 一直就会是中美之间 很重要的他们会提到的 那老师你又会怎么样来看 台湾议题讲是讲 但是呢 似乎是各取所需的重申论调 那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么讲就是说 特别是在赖总统520上任以后 那么因为从北京角度觉得赖总统 对中国政策可能比过去蔡总统更强硬 那么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们也很担心赖总统 会不会真的要所谓的改国民国号等等 那么就是说 因为他们对于赖总统有这样的 比蔡总统有更多的顾虑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提出更多的保证 就是说从北京一讲 当然希望支持中国的一中原则 当然可是美国有自己所谓的一中政策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从北京角度觉得说 赖总统上任对美国跟两岸关系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他们也希望 美国苏利文作为一个高层的官员 那么跟总统关系这么近 那么他们当然希望能够从苏利文的口中 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保证之类的东西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 为什么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说他们这次在苏利文去北京访问的时候 要把台湾的议题看得那么的重 我觉得这可是一个 就是赖总统的上任是一个蛮重要的背景 那就是台湾的问题 中国大陆是希望从美国方面 能够获得某些的保证 那今天总统五月份刚上任 那或许他们会觉得是不是在 他们认为所谓的台独的做法 也许会认为是比较强硬 但是赖金德总统对于跟中国大陆对话 不对抗呢 在他胜选之后说了 那520之后 我想在就职演说当中也说得很清楚 至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是一个两岸现状的一个事实 好那是台湾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军事方面对话沟通 他们过去曾经中断 后来还是重启了 那这一次在会谈当中 苏利文他说 希望将两国军队间的对话扩展到战区指挥层级 老师您会怎么样的解读 美国方面是希望借此来防止所谓可能的擦枪走火 区域的冲突包括台海或南海吗 没有错就是苏利文到北京 好像就我记忆所及大概是 近20年以来第一次 就是由他们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佑霞来接见这个苏利文 就我记忆所及可能是20年来的第一次了 坦白讲玫瑰子要推动 美国跟中国的这种国防热线 不管从国防部长成绩 到这个战区司令成绩等等 其实美国从就我记忆没有说 大概30年前95年96年台会计以后 基本上就要推这个方向 他们曾经坦白讲也其实达成过协议 比如说美军太平洋司令跟当时中国 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的这种热线电话 而这问题在于是说 每当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美国那边拿起电话要跟南京军司令 希望能够沟通的时候 中国这边坦白讲没有人回应 甚至连美国国防部跟中央军委成绩也是一样 基本上没有人回应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是个老问题 所以老问题就是说 因为美国国防部对于这个很多问题的授权处理很清楚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因为这很清楚 实际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得到授权讲什么样的话 可是当他们拿起这个热线电话 希望跟不管是中央军委 或者是南京军区司令要谈的时候 中国这边坦白讲都没有回复 因为中国这边他们没有得到授权 他们因此也不敢来回应这个美国这方面的要求 所以就变是说 这一次树立文又提的这件事情 中国似乎答应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中国答应以后 是不是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双方面的不管是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 或者跟这个现在的也许是东部战区司令 线基本上是通的 可是问题就是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东部战区司令是不是真的敢回应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在意是说 双方面有没有这个热线电话问题 技术问题我觉得早就有解决了 真正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这边的这个回应者 不管是东部战区司令 或者是中央军委 他们有没有得到习近平的授权来回应 我觉得这是过去二三十年 美中军事交流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未来还要再观察 就是说过去的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落实 接不接听电话 热线早就都通了 但是要不要接 这才是重点 所以这美中军事对话沟通 我们看来是有助于区域稳定 不要擦枪走火 但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台面上说了 未来要看的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有落实 否则像今年以来 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 好像就是一个明显实力 就是说会有一些隔空对话 或是立场的表态了 那像中国大陆军机扰台 这个问题也是存在多年了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效 透过中美的军事方面的沟通对话机制 有效的管控所谓的区域的冲突 这是我们可以在观察 好 我觉得就是说这只能在观察了 因为就像我刚讲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的问题 而是老问题已经累积了三十年了 我们希望有进展 好这是在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政治大学 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 为我们解析在27号到29号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访问了中国大陆 这是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 那么也是时隔多年之后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国大陆 自然有他不一样的意义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 那赖金的总统 那么刚上任没多久 怎么样来看美中关系的互动跟交流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请丁教授 再来看在中国方面 愿意来跟苏利文会面 同时也触及到议题 中国大陆他所释出的一些讯息 怎么样来记录 他所关注的又是哪些议题 是最突出的 我们节目稍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由王嘉勋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 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 书籍 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如果你对台湾怎么想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 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 0203 at 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都可以透过网络 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 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 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就过来就过来 你好奇吗 印度梦买如何超越北京 略升为亚洲亿万富豪之都 中巴之间互相力挺 是否造成中国与印度间的紧张关系 中印边界的僵持 最终结果可能会如何呢 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兴趣 那您绝对不能错过 由前驻印度公史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陈慕明教授主持的 这样看中国 让我们一起了解南亚 关心中国周边区域情势 8月1号起 请锁定每周四晚间 9点半到10点 这样看中国 我们空中见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 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 我们所关心的议题是有关 美中关系的互动交流 也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27号到29号访问了中国大陆 所触及的议题 包括了台湾问题 还有区域的一些问题 当然也有美国跟中国大陆 所关心的 那么请教授来解析 释出哪些讯息 这次苏利文访问中国大陆 根据白宫所发表的简报 刚才我们提到就说 官员是同意 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举行双方战区指挥官之间对话 未来要观察是不是能够落实 这一次我们同时也看到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也会见了苏利文 当然过去 他也会见了美国国务卿波林肯 那是不是显示 刚才老师你有提到 就说中国大陆做这样的安排 也是希望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 当然我们要谈是 毕竟也能够预测 比前总统川普难以预测的一个作风 要来的更能够均硬 就是说他们也希望美中关系 目前是稳定的 那等总统选举完之后 那又再说了 那又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目前中国大陆的想法是这样吗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跟美国方面有进一步的接触 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刚刚讲的就是拜登 他可能希望他卸任以前 一方面他自己说 他希望剩下的时间 就是处理更多的外交问题 那么当然他也希望 平安的卸任 在国际问题上 不会引起太多的冲突 把美国卸任太多的冲突 那么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北京也意识到 他也必须跟美国保持 某种程度的沟通的管道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北京 其实从党二十大以后 其实在做一些改变 因为在那个以前 包括在对台方面 北京是采取蛮强硬的做法 那么因为习近平 因为东升西降 那么可是呢 可能因为疫情以后 习近平已经意识到 中国的很多状况 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的好 那么所以同时呢 坦白讲他在国际 至少在西方世界 是非常孤立的 因为你不管习近平 去美国访问 或到欧洲访问 基本上都是不算成功 然后必须坦白讲 比如说欧洲来讲 因为中国一直支持 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 那么所以习近平访问欧洲 包括前日访问法国 一直期待能够有所突破 可是实际上 因为欧洲对于乌克兰战 是高度的关系 高度的重视 那么所以当中国立场 不改变的时候 那你希望西方国家 能够改变对中国的印象 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习近平也自己也意识到 中国的这些政治领导 也意识到就是说 他跟西方的国家关系 真的是非常糟糕 当然他跟有些 所谓的开发中国家 或者所谓的南方国家 关系看起来不错 可是那些关系 当然不能否认 对他在联合国的投票 是有帮助 可是对他的国家的实质发展 坦白讲 帮助是不大的 我必须坦白讲 反而是这些开发中国 要是仰赖中国的 这个协助等等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是说 习近平也意识到就是说 他必须稍微调整一些政策 能够缓和跟西方的关系 不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 我觉得他最大的期待 就是说 透过跟西方关系的改善 让西方能够再重新去中国投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西方从中国测试 那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习近平可能一个期待 就是希望 透过跟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这里面当然包括美国 跟欧洲一些国家 那么来 使得就是说 这些国家能够改变 过去从中国撤制立场 重新再回去中国投资 那么来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习近平也愿意 接见苏利文 也愿意可能过一阵子不久 可能要跟拜登通电话 那么会不会再习拜会 我不知道 或至少通电话 似乎是应该是确定的 好 几个问题 未来他们会不会再碰面 那通电话 其实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也通了电话 未来是不是很快的 就会看到美中的领导人 会继续来通话 针对一些议题 像这一次苏利文 访问中国大陆 中央电视台就这样报道 习近平他说了 中方治律 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没有变 那其实外界也在观察 北京是不是也趁这个 有机会像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 美中科技站 对他们一系列产品 加征关税 那这个部分 美方会不会持续 再寄出同样的做法 像电动车 就是了百分之百的关税 那未来会不会还继续 来寄出像这些高关税 中国大陆方面 会不会针对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借这次机会 来跟美方有所沟通 这也是我们未来还可以再关注的 另外就是 拜登跟习近平 有没有可能会面 外界现在在猜测 就是11月的时候 秘入举行一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有可能双方会在会面吗 好 谈到这里 我想相关的也要继续请教 我们丁教授 就是美国 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政府 都对中国大陆 采取一些做法 看起来是美中对立的格局 那当然现在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还很难预料 那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未来入主白宫 这个对立竞争格局 基本上还是不会变 是吗 我个人认为 就是不管谁胜选 这个贺锦丽或是川普当选 我觉得美中这种竞争的关系 或是这种偏向对立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改变的几率是蛮低的 那么我觉得这东西也是 坦白讲 就是说大家往往说 是因为川普的当选 川普对中国采取这个严厉的做法 可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美中关系是在欧巴马的第二任开始 美国华府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反中的声音 强烈的抗拒中国的声音 因为他们觉得 不管是所谓的强迫的这个基础语转 或是中国对美国采取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待遇等等 这东西其实是从欧巴马第二任就一直向中国提出抗议的 可是中国并不去理会这些事情 所以坦白讲就是说在欧巴马的第二任的开始 就是华府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反中 这种反中的声音开始逐渐的群聚形成 只是说到了川普的时期 更顺着这个既有的反中的这种情绪 就推动了一把包括高关税等等的 产生了这种所谓不管叫贸易战后来的科技战 所以我觉得美中目前这种贸易跟科技对比 其实是从欧巴马第二任就逐渐的出现 而并不是从川普才开始出现 只是川普是真正就临门一脚 就把对中国的不满把它变成具体的高关税 以及所谓的科技的围堵等等 所以如果按照这罗伊兰就是说拜登政府他接任 拜登是欧巴马的副手 所以拜登一定非常了解 就是说在欧巴马第二任的时候 华府那种反中的情绪等等等等的 那么当然拜登基于他自己也经历过 他作为副总统他也很了解 中国对美国那种很多的不公平的贸易作为 中国并没有承诺 他进入到旅游提侯的时候 市场要更开放的承诺等等 以及所谓强迫技术运转 所以拜登虽然他胜选接任总统 可是他也必须要继续执行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根源就是说 是美国内部对中国这种不公平的做法 产生一种反弹 但这个反弹目前继续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贺锦丽或是川普胜选的话 那么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内部那种反中的情绪 应该是会持续的 虽然说可能在具体做法上 可能会像民主党这种做法 就是保持一种沟通的管道 让彼此的这个竞争不至于 这个失去控制等等等等 总体来讲 我觉得那个反中的气氛 我觉得那个会持续下去 好 那中国大陆对外采取的做法会是怎么样 刚才老师说 现在他这几年外交是处于比较孤立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所要提问的就是说 如果是采取比较强硬的话呢 会不会牵动到台海情势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在做两次准备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过去将近一年 中国出台了许多什么欢迎外资 鼓励外资再去投资中国的很多的规定 同时中国也公布了很多 鼓励他自己的民营企业家 私人企业家去投资的这些规定 可是坦白讲 效果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们看过去几个月的数字来讲 中国国内的投资消费都持续的在下降 那么在中国已经知道 当然就是说 习近平当然还是希望 期待外资能够再去投资中国 然后期待美国放松管制 可是习近平大概也很清楚 美国国内那种反中的气氛 还是蛮强烈的 所以我们不要问你 习近平大概在前两年 提出一个所谓的双循环的说法 所以国内大循环跟国际大循环 当然当初提这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看不懂 坦白讲我自己也看不懂 不过目前大概就很清楚 就是因为习近平大概已经意识到 美中这种对立的关系 可能会持续的 所以他不太能够再像过去那样 依靠出口西方世界来赚取更多的钱 他必须要依靠自己所谓14亿人的市场 来维持他的整个经济运作 所以他提出双循环的概念 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习近平大概是所谓的两手准备 一手就是说 继续推动了所谓的双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那么一方面 当然还是继续鼓励外资 或是他们中国自己的 所谓私人企业家能够继续投资 可是坦白讲 这两个部分我都不太乐观 必须坦白讲 好 中国大陆经济面临下行挑战 困难重重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的确我们观察他们持续不断的 在推出给吸引外资 或是鼓励民营企业能够多投资 那消费方面也拉抬很多房地产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很快的解决 很多数字告诉我们 他们的消费是降级的 我想这个经济面临的一些挑战 对外的外交方面 老师观察 比如说跟美国还有欧洲 他也希望能够再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是现在可能还得再调整一些做法 所以这是在今天我们关注有关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昨天刚结束商人来首次访问中国 那么在明年的美国总统政府换届前 他所显示意义 当然这次我们看到他们触及台湾问题 都是重申自己的主张立场 那怎么样来看美中关系变化 特别是中国大陆 他的一些想法跟考量以及目的 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东调研究所 名律教授丁树范的解析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您 那也不客气 OK 拜拜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安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节目伟生提醒您 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 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 包括Podcast播客平台 还有在Sound on Spotify都可以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 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保贵意见的话 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 写给两岸NG节目收就可以了 另外也可以寄到ing at 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NG节目的粉丝团 您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NG来搜寻就可以了 华丽节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散坏